哈囉歡迎回來我的頻道 我是佳寧 我會拍有關於服裝彩妝以及空姐類的一些影片 如果這是你們第一次來我的頻道的話 希望你們會喜歡 然後不要忘記訂閱頻道以及開啟小鈴鐺 然後如果你們長期回來的話 歡迎回來囉 今天又要帶來一個sit down video 因為今天又要帶來一個開箱影片 我記得我前幾個影片是說 我會帶很就是 帶給比較多開箱 就是因為我真的累積了很多 然後 所以是慢慢的累積 不是來一次 但是想說 想要分享一些比較精彩 然後我覺得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歡看的開箱影片給你們 所以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始吧 所以今天的開箱是 一個 It's not really 小箱 因為其實是很巨大的 今天的開箱是這一位囉 這個包包是我們上次去巴黎的時候 我買的包包 從我的SA在Chanel 在達斯 他離開了 Oh my god It was the saddest day of my life 好誇張 I know I know but it was so sad 可是從他離開之後 我就一直都沒有再買Chanel了 因為我是喜歡有SA的感覺 而且我覺得近幾年 Chanel也沒有說一些包包我特別 你知道一定要買的那種感覺 所以這個是我們上次去巴黎的時候我買的 然後我們在巴黎遇到一個超級無敵好的SA 所以如果我們在巴黎的話我可以推薦他 因為他人真的超級無敵好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去買包包的時候 就我覺得那個感覺是非常非常棒的 好險的是說我們那次去巴黎的時候 就遇到這個SA非常好 然後我們就買了他 So 話不多說我們就趕快開箱吧 So 我先說這個箱子是有一點點的到變形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要 OMG Jesus Christ 我們要把它帶回來的時候就必須要拆箱 所以才能放得住我們的行李箱 因為我跟阿囉無論如何是去哪裡 通常都不會帶拖韻行李 除了去台灣之外 所以我們去巴黎又只是去幾天的時候 他就是不會說特別讓我帶拖韻行李 因為他覺得太麻煩了 所以那時候要帶回來的時候 我就是必須把盒子整個拆掉 所以他完全已經是變形 然後盒子都有點小小的爛掉 好險的是說我有其他包包的盒子 So it's fine But Just a disclaimer 因為帶回來的過程 他是真的有一點到變形了 然後那個小花花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 哈哈哈哈哈哈 But anyways Let's get into it So again 今天開箱的是小箱 And 誰綁那麼緊嗎 裝到邊 OK 那個蛋袋先綁下來 And then 所以你看盒子整個就已經是 like 完全 不黏啦 So it's not very cute 哈哈 But最主要是包包 OK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而且因為我們 就是需要帶回來的過程 所以這個包裝 Obviously不是從Chanel直接出來的 因為你還要 退稅啊什麼的時候 有時候我怕 我擔心他會 要你拿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把它準備好 要拿出來的狀態 But actually Paris是不用的 Paris這個需要 因為可能這個好像超過多少的金額 但其他的 像我們有買 Hermes的皮帶啊 然後我幫我阿姨買個包包 那個他就是有個QR Code 就很方便去退稅 這個 actually no 他是要我去櫃台 然後真的是拿出來 才會包裝變得那麼奇怪 Anyways So That's not the point Point is 我的 包包 Hello So Yes 我買了這個 Chanel 22 然後顏色是白色 然後扣子是金色 我要的這個包包是蠻久了 因為我就是覺得他 可以當作我的 everyday包包 因為他畢竟就是比較 casual relax的那種感覺 然後當然我選了白色 就會覺得好像比較 變得有一點點的還沒呢 I'm not gonna lie 可是阿囉 他本身比較喜歡白色 那時候我給他看黑色 他就覺得不好看 他覺得白色是比較有質感 which I honestly I agree 我覺得白色看的時候 尤其配這個金色的 扣子啊 It just looks like fancier 而且我覺得把你的衣服 尤其你穿得很簡單的 New The Cool 配白色T-shirt的時候 你就戴這個 你就會覺得 like your outfit 馬上就升等的感覺 因為這個包包 雖然是走他們的 比較casual的系列 可是 他的顏色跟金色的扣子 我覺得就讓你的 整個 體態都變得 you know very fancy 這個是他們的 I wanna say it's the small 對 這是他們的small size 然後這個包包現在有出更多size 然後有更多的 更多的背法 像現在有個背包啊 然後有一個mini and obviously 有medium跟large but 我那時候 那時候進去的時候 他的選擇也沒有說太多 以size來講的話 他size就只有這個size 然後 顏色那時候 也真的沒有很多 因為那時候 我覺得我們剛好去的時候 蠻忙的記 所以他們的貨沒有很多 所以他有這個的時候 我就蠻開心的 然後 有橘色啊 紅色啊 就一些比較太亮眼的顏色 我自己本身是比較不會背的顏色 所以他拿出白色的時候 我就覺得 嗯太剛好了 因為他真的是 非常非常美的一個包包 and I just really like it I think it's like 就是很cash but still very pretty 然後我不得不說 像我上次的那個開箱有講說 有時候淺色就變成 不是casual包包 反正 我覺得是有一點點的這個感覺 因為 我背這個包包的話 我就要 就是提醒自己說 不能穿牛仔褲 如果要穿牛仔褲 他也不能背太久 因為我會擔心說 牛仔褲會 整個讓後面的染色 and 我是非常寶貴的包包的人 所以我就 會擔心這一點 所以我還特別去買了 噴的 就是噴在包包上面 讓他比較防 防水啊 然後防藍色的 那個 一個 一個spray 我在下面留言 那個spray是什麼東西 因為我知道白色包包 真的是還蠻難顧的 所以我做了很多的 research 去看說 到底怎麼 哪一個方法是最好去 保護你的包包的 ok so 外觀就是這樣子 I mean 我覺得這個包包出了蠻久的 所以大家應該都是很familiar with it 但他就是 一個全皮 而且是這種 caf skin的皮 然後 鏈子是白色跟金色的 那個hardware 然後裡面呢 裡面可以打開來看 我就把我的這些 包裝紙拿出來 裡面我覺得 這是有點like deal的感覺 因為裡面他就會有 跟來一個小包包 然後這個包包 我覺得看你個人的喜好 你可以把它當成你自己的皮夾 或者是有些人會放化妝包 然後他剛好是有這個扣子 在裡面的 或者是甚至可以分開戴 所以我覺得這就還蠻方便的 然後 後面還有一個 拉鍊就是在後面這裡 and then it's just like a nice little pocket 你可以放 我覺得鑰匙啊 或者是手機都可以放在那裡面 前面的話就是有他的這個 他們現在的 authentication 的這個 然後我就喜歡他這個包包 是可以真的是slouchy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 調整這個背帶 所以你如果說是把它真的 變成這種slouchy的感覺 背帶的話一定會比較長 因為我這個包包 他放東西的時候 他本身就會slouch一點 因為重量都在下面 所以他就是會有一些的 這樣子的折痕的感覺 but I just think it looks really cute 他就是like非常的casual super easy 非常可愛的一個包包 然後還有這個chain 他就是我覺得年輕化很多 尤其我在我的collection裡面當中 Chanel的包包通常都是like flat bag 或什麼東西的 所以比較是正式一點的 或者是就是我沒有說正式啦 but就是沒有像這個的這麼的 我覺得relax的感覺 所以像我今天搭配這樣子的洋裝的話 我就覺得搭配這個包包就非常方便 以我自己個人的我覺得wardrobe來講 這個包包算是在high maintenance level上面中等 因為我是第一蠻喜歡穿牛仔褲的人 但我也是很喜歡穿洋裝的人 所以尤其現在只有夏天的關係 很少會穿牛仔褲 所以這個時候就覺得很適合戴這個包包 尤其就很符合夏天的 因為他畢竟是白色的 I just think it's so cute 那時候買到他的時候真的非常非常開心 而且就是真的非常的like 然後他的皮也很軟 所以我覺得才會讓這個包包有這個的感覺 所以yeah it's just it's so nice I love it 而且again 我覺得現在回想到這個包包 你就會想到說 喔我們那時候去巴黎的那個感覺 然後那時候去巴黎也真的玩得很開心 因為我們也是非常的零食 就是說嗯 我就看因為剛好我跟阿羅 難得會有好幾天同時休息 因為他畢竟現在當了機師之後 我們的schedule通常都是like It's weird 所以他當了機師之後 我們真的很少有真的大 好幾天的時間是一起休息的 然後我們那時候看到的時候 我說那我們要去哪裡 然後我就很隨口說我想要去巴黎 他說好 那我們就很臨時的這樣plan 然後我覺得就會讓我對這個包包的時候 就會讓我回想到 當初去玩的那個回憶 然後 it was just nice 因為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時候 是一個人去跟公司 所以這次就有更多的在巴黎的回憶 so 包括一個新的包包的戰利品 你去巴黎沒有帶包包回來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so yeah this is my Chanel 22 in white 然後 gold hardware 然後 這個 again 我 positive 它應該是small 因為我記得medium更大 對 因為我那時候買的價格是small的價格 對 所以它是the small size and 我其實比較喜歡small size 因為 我真的不是帶大包包的人 然後我覺得如果你給我大包包的話 我可能會想要塞滿它 所以它本身一定有一定的重量 因為它畢竟是皮革 然後它的chain 又是一定的重量 所以如果你真的塞很多的話 我覺得它真的是可以變很重的一個包包 所以我覺得這個size的話 不但比較適合我本身 自己喜歡背包包的這個size 而且我覺得就會提醒自己說 ok不用裝那麼多東西 因為 你的肩膀會有 所以這就是一個close up of 這個Chanel 22 again 這是small size 然後你可以看它就是白色 然後obviously gold hardware 然後它就是有他們的 very traditional的這個stitching and then 看裡面的話 裡面就長得像這樣子 so again 它裡面就是會有跟來這個dory的小包包 這個dory小包包是可以解鎖的 然後裡面它就是一個pouch which我覺得你出國的話 我覺得這蠻方便的 你可以放那個護罩啊 小東西就是比較想要 不想要在包包跑來跑去 我覺得這個就很方便 然後又可以直接 直接connect到包包來的話 就是這個本身的pouch 也不會跑來跑去在包包裡面 然後 後面有一個小小的拉鍊口袋 然後我覺得這個口袋也蠻大的 所以是真的是蠻能裝東西的 然後上面當然就會有他們的authentication 想要順便給你們看就是背起來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again 我是160公分 然後我覺得 因為現在包包裡面是沒有什麼東西 所以我要刻意去把它 那個scrunch起來 which is no problem 所以目前現在是裝了兩個很balky的東西 but 你就可以看說背起來的樣子是什麼樣子 所以 again 這是small size 所以我覺得size 我自己來講的話 我覺得是比較剛好的 它就不會看起來太大也不會太小 然後背的時候就會這樣子 again 你放東西越重的話 它這邊就會更加的relax 然後變得比較scrunchy的感覺 but yeah so 我覺得就是很簡單的一個 很casual的一個包包 無論如何你背哪邊 it's just a nice pretty bag 無論如何穿什麼東西 像我今天穿的這個洋裝 我覺得也很搭配 或者是你甚至想要穿 我覺得even honestly 你穿athleisure 都會很好看 你就會覺得好像穿一件legings 然後 you know 一件小那種運動夾克 這樣子搭配也非常好看 所以我覺得這個包包的好處就是說 無論如何你買什麼顏色 我覺得大上都是很好搭配的 在任何的war robe裡面 當然我覺得of course 這也不是一個非常formal的包包 所以我自己本身比較不會說 去參加婚禮戴這個包包 可是 以一個 我覺得casual的brunch 跟朋友吃brunch 或者是 出去逛街啊 什麼的時候 我覺得背這個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而且它真的是很難塞東西 所以你如果有習慣帶小水壺的話 我覺得就很適合放在這裡面啊 然後也當然一定可以放一個長夾 然後手機就更不用說了 然後甚至我覺得如果你是上班族 或者是你是需要通勤的人 我覺得你放一個iPad進去 或者是iPad Air 我覺得也其實還蠻方便的 所以我覺得上班族來講這個包包 其實也很方便 所以 yeah 這很可愛 你看看 這很可愛 這很可愛 就是完全是go with my outfit 因為我今天的扣子也是金色的 所以 這很完美 所以yeah 希望你們喜歡這次的開箱 然後希望透過這個影片 也可以讓你們多 again 決定說 你們到底真的喜不喜歡這個包包 然後適不適合你 but 我自己本身還蠻喜歡它的 因為它真的是在我Chanel collection當中 比較casual一點的包包 然後我覺得夏天的時候帶它 就會覺得很很輕快 然後因為它畢竟是白色 你就會覺得 it's very light and airy 那種感覺 然後讓任何的outfit 就會看起來比較 你知道 light and airy 很難形容 我覺得light and airy 通常不會去形容包包 可是我真的覺得有這種感覺 所以我actually是還蠻喜歡它的 那時候當下看到它的時候 就覺得說真的 我覺得黑色也很漂亮 Don't get me wrong 但我覺得看完白色 就覺得說 雖然白色可能比較難照顧一點 但是我覺得是值得的 so yeah I really like it 所以希望你們也會喜歡 不要忘記按讚 for這個video 然後訂閱頻道 以及開啟小鈴鐺 然後祝大家一個美好新的一個禮拜 下次見囉 bye